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Amy李 今天根據上一集的內容 想再跟大家做一個延伸說明 上一集的內容我們提到了說 平溜層溫度升高 導致說我們測暖層波動 竟然有減緩的一個現象 那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 現在地球暖化溫度上升 導致海平面也跟著上升 從東北地方可以住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好像 溫度上升至於我們的 創造成波動是有一個幫助呢 那我們就要跟大家來釐清這個觀念 因為我們的這個地球的話 我們從地平面開始 往上大概11公里 我們居住的這個區域的話 其實都算是對流程 那它的溫度隨著高度的變化的話 會是上冷下熱 就是說你溫度會隨著高度的上升 溫度會下降 那我們可以從圖上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重坐標的話是我們離地的高度 然後我們的橫坐標的話是溫度 大約11公里左右的位置的話 我們的溫度變化會是隨著高度的上升 溫度會下降 這邊會是對流程 那我們在那篇報導中提到的話 主要這是平流程的部分 平流程則是它的上面 大約到50公里的位置 它的溫度的話 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會維持大約差不多沒有什麼變化 接下來的話則會隨著高度的上升 溫度會跟著上升 那我們廠腦濃度的曲線的話會長這樣 就是說教授書提到的話 大概在25公里的時候 離地25公里的時候 會是我們臭氧溫度最高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往上的話 氣體其實分子也比較少 那紫外線光上照射下來的時候 我們大概會在臭氧溫度最高的地方的時候 會吸收我們最多的紫外線 所以我們認知的一些溫度變化 或是水循環的一些情形 主要都是在對流程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對流程的對流 氣流的對流情形比較明顯 那在平流程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說 它的垂直變動是比較小的 主要的話就是水零對流 那最好才能稱為平流程 那在我們上一篇的報告提到 就是說平流程的溫度上升 NASA的報告是說 9月測的溫度是比平均溫度高了16度C 而這是40年以來的新高溫度 那如果大家對於NASA的那篇研究有興趣的話 歡迎從我們的資訊這裡 可以找到它的網址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針對國際的那篇報導的話 可以有看我們上一集的內容 那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